隨便一插就是 4G、8G、16G、32G了 根本完全不需要什麼send us 要把那些拿掉 為什麼 還有宣告也沒有宣告 因為VBA本身就不用宣告 所以會比較精簡 那如果你們自己去看別的書籍 你會發現 哇!寫的好多喔 至少我的三倍、四倍以上 OK 那並不是說他們的東西有問題 是說我把可能你們目前不需要知道的東西 把它拿掉了 OK 剩下你們需要知道的最精華的部分 至於你以後要加一些其他 那你看個人的功力了 不要說加了之後反而跑不動 不能止息那就OK 好 那再來的話我們來試一下 接下來才最重要 啟動錶單 我希望把這個喔 所以這一筆喔 把它填過去按新增看看 那理論上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可能需要注意幾件事 第一個 可能你要先把那個access關掉 因為你現在如果沒有把它關掉的話 它可能獨佔 它沒有辦法讓你寫 因為唯獨的 因為你開啟的時候呢 它就沒有辦法讓你寫 所以你可能會遇到那個無法寫入的問題 好那把它關掉按新增試試看 我看用足行來執行好了 我這邊設個中斷點 因為這樣一下子跑太快了 你們可能還不知道為什麼就結束了 按新增 卡在這裡喔 所以你會發現A是什麼 A就是這個 B就是170 有沒有 一種類推這些東西 然後呢 call的意思是說 我用傳遞參數的方式把它分成兩個啦 不然的話呢 你如果沒有分成兩個的話 那會變成很漱長嘛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有很多的方法是經常共用的話 你可以把它獨立出來 以後利用call的方法 直接再傳遞參數給它 過來 好 這個應該沒問題啦 create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已經把外掛叫進來了 再來的話呢 去開啟那個資料庫了 也沒問題 所以如果你卡在這一行 那你要檢查一下 你的這個名稱是不是有問題 也許之前有同學是什麼 我們也打問題1 他就打問題01 這樣貼上去一定找不到 OK 所以你要check一下 然後呢 再來就是這一行串接 現在是這樣子 所以再傳接是seql end 後面的東西 還沒執行喔 關鍵點就在這裡 這個時候就是說 我現在準備把東西丟給assess 他如果懂得你的東西的話 那他就會成功 如果不懂的話 他就會停在這一行 所以如果停在這一行 那你要去檢查一下 你的seql語法有沒有錯誤 怎麼檢查 我的習慣這樣 ctrl加g 就是即時運算 ctrlg的話 就是那個 這邊有個叫什麼 那個 ctrlg 即時運算 然後print print就是 問號 把seql先幫我print出來 因為我不確定說到底 我等一下要丟給assess的東西 對不對 看一下 好像應該對 那就沒問題 你就把它執行過了 如果有問題卡在這裡 你就把它print出來 你可以怎樣 再把這一行 複製貼到assess裡面 先讓他check一下 有沒有哪裡錯 有錯 那你就再回來改就好了 所以這個時候 有的時候會卡在這邊 比較久在這裡 seql有時候卡最久 像我以前 當工程師的時候 有的時候甚至卡一整天 找不到錯誤 不過那時候實在是太弱了 可能跟你們現在功力差不多 那很花時間 那我是已經幫各位告訴你了 以前我不是 我是卡一直卡一直卡 不過那也是練功的一個階段 如果你可以經過那個過程的話 我想你應該會變很強 ok 好 那把它執行 按F8 沒有錯誤 那表示已經寫過去了 好 寫完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可以講說 新增資料成功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成功 最後 剛剛的範例 這個裡面打開來 啟動內容 我們看一下那個問題1裡面 有剛剛這一筆 有沒有 XXX這一筆 過來了 但是現在只有一筆 可是我需要什麼 全部 那等一下我需要把它改變成什麼 新增全部 那全部的話就是 全部過來之後 再把舊的刪掉 那不就ok了嗎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怎麼改 應該跑個迴圈應該就可以了 應該一筆 那如果跑個迴圈 從頭到尾 通通寫過來 好 那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 主要的程式碼 就在雲端上面 這一段 這一段 兩段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 大家好